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Ethan 我是Pasolani Pasolani 我们都知道 郑西牧师 你是吹号者 你经常说一些大家不敢说的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不管是社会里面 或者是救助群体里面 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 包括我知道你还对在家教育 这个事特别的有研究 所以你刚开始是怎么开始 你怎么会研究到这一块呢 其实我是因为在家教育才成为牧师的 我原来是做IT的 你原来做IT 是哦 我原来在纽约的马哈顿 在这个Wall Street混的 所以我原来是做电脑的 特别是在这个纽约的华尔街的财务公司 帮他们做电脑的 那是后来我到07年 才去读了神学 然后才成为牧师的 哇 那是有什么感动吗 因为华尔街那个地方的 而且被说还没有金融风暴 07年 你应该赚的蛮多了吧 那个时候 应该是华尔街之狼 你一走08年就金融风暴 是的 所以我一去读神学呢 这个很惨 你知道吗 因为我去读神学 就靠着过去的 这个7年的丰收啊 对啊 想说那过7年的 以黄结果就开始这个 金融风暴 所以真的我在读神学的时候 是受了很大的考验啊 但其实我是在91以后 我们成立一个教会 你知道91就在马哈顿嘛 对 那个就把在华尔街的人 正在纽约的人就 有一个很大的震撼 所以那时候我只是个平信徒 后来我们就跟我们的主任牧师 我们就一起成立一个教会 所以成立教会以后呢 因为只有那时候 一开始就只有我们家有孩子 然后师母呢 又是ABC 是在美国长大的 台三人 老华侨的 第四代了 所以呢 他就帮我拉到英文堂去了 所以其实教会一成立 我就变成代职的英文堂牧师 哦 所以那个时候 你就变成代职英文堂牧师了呀 所以我就一边工作 一边在服侍英文堂 青少二年儿童主日学 那其实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 再加上后来我们在家教育 神就把我的心带到 家庭下一代上面去 所以你们家孩子 一直都是Home School吗 对 我有四个女儿 我们都是K to 12 都是在家教育 后来才去上了大学的 就大学以前都是在家里面教 那你当时 你如果要是在教会里面 服侍这个青年堂 或者是儿童主日学的时候 你有看到 什么问题 一直导致说你在20年以后 你还是在专注在这个地方 其实呢 我一直跟我太太挣扎说 你就放我回中文堂嘛 这是我可以如鱼得水的地方啊 可是我太太 她很早就看到这些问题 她就其实 我说我们不只是Home School 我们还Home Church 所以她一直要我来带我们家的孩子 那就是20年前了 给我很多的惊讶 我记得很清楚 那是我刚刚第一次在Youth呢 然后这个有个青少年就跟我说呢 希特特的迫害同性恋 我就真的很吓一下 哇你这是哪里学来的呢 她说学校教的 所以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了 然后我在跟他们服侍的过程里面 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很多真的是 他们就跟我讲学校所学到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才开始关注到这些议题 其实我从来都不知道学校里面会讲什么 就是希特勒什么的这种事情 或者什么希特勒破坏同性恋 因为你可能在中国大陆学的 所以说就比较不知道吧 那你们上学的时候呢 就是我上学的过程当中 他也会有讲到这样的东西 就会特别把同性恋这个族群拿出来讲 但其实希特勒害的很多很多人 不只是同性恋 就是法西斯主义就是一个 你只要没有用的话 你就是会被社会淘汰的一个东西 但是他们就会特别把同性恋这个族群拿出来说 你看同性恋一直被打压 其实跟现在的什么Black Lives Matter 还有什么Stop Asian Hate 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很早就来进行了 我很早就看到这些问题了 而且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当那时候整个美国要通过同性恋合法的时候呢 我们在纽约的一些英文牧师 我们就是我们要聚集下来谈这个事情 结果我去了以后我就吓一跳 这些都在曼哈顿创办教会的这些职堂的 韩国牧师三十岁出头 非常有power的这些年轻牧师 然后一开始我们一坐下来 他说哎呀我们早就不谈什么堕胎啦 同性恋啦 我们谈social justice 这都是五六年以前的事情啦 我才真的很震撼说 哇哦年轻的教会牧者 早就在谈这些事情了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 在疫情的时候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早就在发生的事情了 所以说在那边的牧师开始谈social justice 是在五六年前的时候 至少就是我听到的时候 那可能更早就在谈这些事情了 可能就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就学到这些东西了 是的 哇哦那神学院有教类似这样的东西 看什么样的神学院 现在我也开始听说 有一些比较保守的神学院 也开始叫critical race theory 所以呢真的我们这些思想观念是无孔不住的 所以会造成就说呢 很多年轻的牧者 其实呢已经受到这些影响了 哎对牧师 这个是我一直就是挺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你说基督徒也好 有的基督徒那就不出来 有的人可能是平时都没有读经祷告的生活 那如果我们要说牧师的话 那一定会是有很多跟神亲近的时间去读话语 那他读了圣经之后 他应该非常清楚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 那他如果再接触到这些东西 他怎么还会被这些东西洗脑呢 这又是回到另外一个 我一直在推广在教导的圣经的世界观 那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 我们都非常忙碌在教会生活 福尸啊很卖命 但是我就一直有一个困惑 为什么我们在教会这么辛苦卖命 那世界整个文化 就是越来越远离神 对 但是教会不晓得怎么回应 甚至不愿意去谈 所以其实我就一直很困惑了 后来在2000年左右 我就读到一本书是 Chuck Coulson写的 Now How Should We Live 中文版叫世界观的故事 哇我看那本书真是如获至宝 他把今天我面临的问题 20年前都写出来了 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很非常的兴奋 我就真的想到处跟人家想 但是没有人要听啊 后来2004年时候他开了网课啊 那时候就开了网课 不是买网课就是用text啊 我还跟他修了网课 然后还拿到了证书 所以这些话这些我想吹号的东西 其实放在我心里面很久了 那终于疫情发生的时候呢 啊我终于可以开讲 而且很有很多人愿意听了 大家闭嘴的时候你就可以吹 不听我说 对啊但是你接触的时候真的很早 2004年呢 那真的就是18年前的事情 因为那个书里面早就都提到了 这个特别通过教育 所以各个方面层面已经远离神了 所以他写的这个书呢 真的非常有帮助 也是我们吹号的事工的一个主要的事工 就是我开了中文的跟英文的了 然后也希望能够把它带到更好的教材 来帮助弟兄姐妹 能够看到这个世代的问题 而且怎么回应 他写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知道浅显易懂 也是帮助我在服事的过程里面 特别我在服事年轻人 知道如果没有这些圣经事关的帮助 我真的很难跟他们应对啊 是 那我知道现在很多其实教会里面呢 你说Youth也好 或者是儿童主义学也好 儿童主义学的话 基本就是大家做的手工嘛 然后讲讲圣经故事啊 但是可能到了Youth的阶段 就还在做这些事情 就是一些都是大小孩了 他们可能开始是teenager 然后他们对什么男女之间的关系呀 或者是什么LGBTQ啊 这些东西都开始充斥他们的时候 那这些小孩也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 如果说作为教会的Youth来讲的话 要具体怎么做 说可以去保护他们 说告诉他们一个正确的去理解 这些事情的价值观 而且像说读圣经 就是真正去读肯圣经这个样子 是要从几岁开始会比较好 就是几岁开始他们会听得懂 然后看得懂 其实从小就要读 当你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 摩西在宣讲律法的时候 大人小孩婴孩都在那里 其实你在看圣经的时候 很少分这种年龄的 我常常想到说呢 今天呢五丙二语的神迹 不会在今天发生 为什么 因为那小男生 不会在那里听耶稣讲道 他的儿童子律学那里去画画去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很多做法呢 其实也是受了这个世俗世界观的影响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造成这个样子 其实是起来有之 也是有它的原因的 那真的 我常说呢 神把我放在英文堂卧底的20年了 看到这些问题呢 一直想讲 终于亦因为疫情选情正庭了 我可以开始吹号 其实神也把这个吹号的负担 放在我心里很久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 特别迫切需要听到的信息嘛 跟我们现在做的事工有 那个异曲同工 就是其实我们是涉及到蛮多类似的领域 对 而且我们其实也很早就知道说 这东西左派就是从小开始去做这些事情了 然后基督徒又没办法去预防这样的东西 然后教会又没办法教这些小孩 然后还是在儿童的圣经啊 然后你去看很多人 他们读圣经读出来之后 他们律法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呢 说只要有爱就好 所以这个John Starr呢 大家可能都清楚这个事后的牧师呢 他讲过一句话呢 很有意思啊 他说呢 这个教会呢 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 我们这个保守派呢 合乎圣经 但是却不接地气 讲的不合时宜 我们只是讲圣经 不晓得怎么面对当今的问题 但是这些自由基金主义呢 他们很接地气 但是却不合乎圣经 对 这是他很早就提出来了 所以其实呢 这些牧者早就有看到 今天教会不能只在 关在教会里面 只谈这些很安全信仰的事情 马丁路德也说了 不针对不讨论 面对今天议题的福音 就不是福音 真的我们要装备 我们的牧者们 从神学院开始呢 要装备牧者们 怎么知道面对今天的挑战 这个是在神学院里面 还蛮有必要的是不是 以前我在跟Chart Coulson 上网课的时候我就问他了这个 说这个议题这么重要 为什么神学院好像很少 在讲这个事情 对 就这原言到底 然后他也很在这个 把他里面的这个不满放出来 他说你不知道啊 我是Golden Carwell 很有名的那个 博士那个神学院的董事啊 但是我自己要把这个 世界观的课程放进去 都放不进去 他好像 是哦 也在2004年的时候 我要把那个print out 到今天就还有啊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很多事情要改变是很难的 但是感谢主任 其实后来呢 慢慢慢慢有更多的这些改变 我07年时候去了 美南晋星会神学院读神学院 就是因为我们的院长 Albo Moller 他每天有一个briefing 一个podcast 每天二三十分钟 报告新闻 然后跟你讲 怎么用圣经的世界观来回应 我第一次听到真的 哇原来有人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我听了印尼以后 才到那里去神学院 我也想学这一方面的事情 好棒哦 而且这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很多人说什么 AI News是一个政治频道 其实不是的 我们是一个信仰频道 然后我们的目的是 要用信仰的角度来去看新闻 那这也是我觉得 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会的事情 而不是说我只是看新闻 或者是我只是读圣经 如果圣经里面的东西 没有办法在你的生活里面 发光发热的话 那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在读什么东西 那我觉得很多目者 特别是现在讲中文的目者 他们刻意不去看这样的事情 然后刻意不去帮美国祷告 然后刻意不去看什么 然后就说 这都是世界的事情 然后呢我们的国度在天国 所以我真的很支持 很鼓励你们 特别在年轻的代 能够有这样的看见 而且愿意出来发声 也是算吹号了 但是就是说真的 我看到那个 Chuck Coulson 那个John Starr那些 就是说他们已经 从神学的眼光来 看到出这个问题 然后怎么来帮助 这些目者们 其实真的神学 也是一种世界观 你这样的看见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怎么回应 那其实那些书里面 那些课题都有这些提到 为什么现在教会不回应 其实都有它的历史背景 为什么现在的目者会觉得说 现在的这些政治啊 还有议题啊 会跟基督徒没有关 因为在我读圣经里面 我编读的时候 我们想到的都是 跟现在有关系的 然后我看到都是 王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哪个将军怎样怎样 然后哪个士师怎样怎样 都是政府跟人民的关系 然后还有神在做什么事情 整本圣经几乎都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目者觉得 圣经跟我们现在的生活 政治没有关系 所以你就会发现 教育太重要了 你受了什么教育 就接受什么样的世界观 其实那个John Starr 他也写了一本书 叫西行观点 中文也有中文文 叫西行观点 他里面提到一本书 叫做大逆转 然后Great Reversal 整本书就是在讲说 为什么今天的福音派 弃手了那些东西 有它过去的背景的 因为大家可能在24岁 大家可能听到这个所谓的 社会福音 这些所谓的基要派 就是要反对这些社会福音 我们要讲福音 我们不能做这个社会的参与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了 然后我们就不想去碰世界的东西 我们就是传福音 所以是当初有回应这个社会福音 另外一个呢 我想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末世论的一个看法 就世界会越来越变坏了啦 这个铁达你好都要乘船了 你还去讲说怎么要去换新的窗帘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这种末世观啊 越坏神越来啦 对 所以其实就是这些神学观念呢 造成今天的牧者 因为这些牧者都是去这些神学院 学习这样的观念的 那这些书其实都有提到这些问题 所以我是真的花了很多功夫啊 去学习这个然后引经据典跟大家说呢 这不是我这个崔昊自己想到的 其实你说John Starr也是他很敬仰的 在华人界很敬仰的一个牧者啊 然后这个Chuck Coulson其实也是福音派 那他那本书还得奖的呢 但是问题是得奖归得奖 大家还是不愿意去沾着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崔昊就是要把这些 能够来告诉地区人员 特别来告诉牧者们 你怎么来看这个圣经呢 就能够带出你怎样的作为 是啊 尤其我觉得是现在这个世代 就是我们看到 好像世界变烂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比我小的时候好像快多了 小的时候好像很多东西都还是很保守的 权力在加速的感觉 权力加速 我觉得权力往下滑这个turning point就是同婚 marriage一变坏了之后 男女就变得好像是完全平等或者是不平等 反正就是已经没有男女的差别了的时候 你接下来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搬转 因为男女是唯一一个不可以改变的 你去看死人的骨头的那个地方 你几千年之后你看那个人的骨头 还是男的骨头 看那个骨头还是女的骨头 什么年龄啊那些都可以改变 但只有这个东西不能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同婚一坏掉的时候 整个西方世界整个崩溃 那其实呢 这更早了 我那个神讯院院长Albo Monod 他就写了本书 The gathering storm 集结风暴 其实事工之前我真的要找出答案 对 所以我就一直在设计这些answer 然后他就特别提到呢 这些议题的世俗化 世俗主义呢 其实就像一个风暴 然后他特别提到说 在我们活的这个时代 加速加强 所以呢我们刚好在这个台风眼上面 所以我们是身逢其死啦 但是其实呢对基础来讲 这就是我们大好的时机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这些选情什么 我今天也没有机会出来成为一个吹号者 所以呢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 哇 非常感谢牧师 谢谢你今天我相信大家也学到了非常多的内容 也让我们知道了原来牧师读过那么多的书啊 我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因为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幸运 牧师这么强的一个人 他被神装备了20年了 然后在华尔街工作 然后说我要去当牧师 我觉得这个整个事情实在是太神奇了 OK 太神奇 那真的非常感谢牧师你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信息 让我们大家都很有得着 我相信看节目的你也是一样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再次感谢郑牧师的到来 那也非常感谢你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